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成年人传染病中心主任劳埃德·穆伦嘉 是参与赞比亚卫生部制定该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卫生专家之一 当地时间5月11号 劳埃德·穆伦嘉在接受总裁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期中国卫生专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向赞比亚卫生专家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 分享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 这样的交流对于赞比亚制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大有帮助 劳埃德·穆伦嘉同时表示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的经验指得世界各国学习与借鉴 他希望中国能继续向世界推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 中国在第一次进行的经验 现在看到了这样的缺乏 我们可以说你已经做得很好 我们正在学习从中国 我们正在学习中的经验 中国人文化 出品的麻烦